哈喽,小伙伴你们好,欢迎你们回到自来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跟平时不太一样 今天主要介绍一下这个 我之前,以至于我现在一直在用Skinoba 这么容易的这个 一个简短的介绍,我之前其实拍过 他介绍的视频,但是绕太长了,30分钟40分钟 导致我现在每天都有人问我同样的 一个非常初始的一个问题 那我就想,哎,我其实之前已经说过 无数次了,但是可能大家还没有看到 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如果你 三40分钟的一个视频,很少有人 真的能看到最后,这种长的 是比较适合于做这个背景音啊 就是大家做饭的时候看,所以这种 简单的产品介绍,我想这一次 尽量能够,能短就短的 这样的话,在对于新人想了解 他的老人来回来翻看 都会比较方便,那么 这个视频呢,所以我废话呢,会 相对来讲比较少一点,那么主要 分成几个部分,第一个呢,我是想跟大家 上来看一下这个Skinoba跟热马机 的一个效果对比,然后呢 就是Skinoba的一个原理,那它有两个版本 一个版本呢,是2499 是6个程序,一个是3499 差了1500欧,他们俩的区别是什么 还有一个大家都在问的话,就是 德国的这个版本跟中国的版本有什么区别 因为德国的这个价格是中国版本的 价格的一半,那么它是不是功能上 有一些欠缺,或者是有什么区别 没有,这是问题比较集中的 还有一个就是使用方法,大家问的太多了 其实它使用起来非常简单 所以今天跟大家演示一下手法 还有一个呢,就是德国的这个租赁价格 我们这个价器什么时候团购,那么是618的德国时间 晚上22点啊团购 还有就是要不要买精华,那么它的凝胶用什么凝胶 然后还有网传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 150个小时返厂回修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到底要不要返厂,返厂的时候 如果我现在已经是人不在德国了 返厂怎么做,这个是大家问的太多了 所以这个问题要跟大家集中回答一下 还有呢,就是我们618的一个活动 以及它的这个优惠码 我会放到今天视频的下面 还有就是你在哪里可以买到 那这个呢,我们就是话不多说,我们之前先说吧 好吧,这个,我们先说它这个 先说这个热马集跟它的对比 那我就本人没有做过热马集 所以我给大家弄一个我们这个群里面的老泡们 因为买这个产品的很多人都是美容院的资深VIP用户 他们本身就做过多次热马集 做过多次,有的人做过超声刀 所以他们给我的这个反馈 只好我就是,全部都是真实的反馈啊 我就把它给你们贴过来 因为他们的反馈都是在我们一个已购用户群里面 那个群现在已经满了 有两个群,有一个群已经满了500人 所以这个我也没有任何加工的成分 因为有500个人在监督 好,那我就直接把这个图上一下 我直接给你们念一下它说的什么 它说三个人,这个是三个关于热马集的反馈 第一个呢,它说公道的说一句啊 我一年热马集一年超声刀 Skinnova可以让皮肤状态特别好 有皮相紧致的作用 然后它呢,实际上它说的Skinnova 它做的是美容院的那个LDM LDM不是这个加上版本 LDM是它的一个美容院的大机器 那么大机器跟这个版本的区别是什么 大机器它同样也是基于10兆赫兹 这也是10兆赫兹 但是大机器同时它有1兆,3兆,10兆 它是交替的 让你这皮肤从表皮到这个真皮 然后再到里面的 甚至是筋膜层这种 啪啪啪这么这么震动 所以呢,理论来讲 大机器它的效果更好 但是我自己针对于这个问题 就要专门问个厂商啊 因为我也想买这个大机器 但是我们家就有地儿太小 没地儿放 厂商是给我这么回复 他说大机器的确比咱们这个家用版本要好 但是呢,大机器你没有办法像做到家用版本 这种你使用频率这么频繁 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12天每天去两次 那你也没有办法在接下来的每周一次 或者两次这么去做 所以你总体上看来 如果你说我同样做三次 那肯定大机器更好 但是你从总体上来讲 因为它可以频繁反复的去做 所以总体上来讲 这个并不输美容院的大机器 所以这个宝宝呢 它说的更有效 是他说的美容院大机器 所以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另外一个 他说这个见效好快呀 比热马机快 他说我感觉热马机两到三个月 才有这么明显的改善 这个人他说的是小机器跟热马机的一个表 对比 还有一个是Janny 他来自于美国 他说我以前在上海做过热马机 效果也就这个效果 那么现在上海热马机什么叫 什么价格 感觉 Tot Skin 1 这个效果 更加的划算 效果肉眼可见 那我刚刚在上网看一下 这个上海热马机的效果 大概就是价钱啊 是三 三万到四万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版本的 你这样算起来 实际上 也就是 半次热马机的价格 那你真的是可以用了好多好多年 所以价格是比较划算的 好,那么既然 我们做完了这个热马机 跟它的对比啊 所以你可以把它简单的理解为 热马机的平替 在用它之前 其实我是想回国做热马机的 那我现在长期用它来 我现在没有感觉到 任何我需要去做热马机 这个需求 已经gone 已经没有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说 它的一个原理 那么这个原理呢 是 它是全世界唯一一家 可以把十兆 这个超声波的波 这个做进去 并且能够打出来 做进去并不难啊 能够打出来 让它这个功效 真正实打实地出来的 只有 全世界有 并且只有他们家 可以做到 它的作用位置呢 是在皮下的0.3厘米 它的每秒啊 抖动是 1000万次 它的波长的这个 波长的长度 甚至小于 你细胞膜的厚度 也就是说 它可以完全的 直接作用到 组织内部的单个细胞 和小细胞群 引起你的细胞膜的 一个振动 有效的刺激 和穿透到你的细胞里面 这样的话 它可以提高 你的细胞活性 让你的细胞呢 更加的紧致 重新的排列 已经松弛了组织 就是它会让你 给它收回来 另外呢 它也不疼 不痒痒 它就完全没有任何的 就是让你不舒适的感觉 也不会就是 垫到你皮抽筋这种 就是在你表皮 没有感觉 有微热 但是这微热都 弹不上 弹不到你就让你有 没有任何的 不舒适的感觉 表皮微热的情况下 它可以让你的 深层的真皮 直接加热 那么当你的真层 真皮层 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温度 你的胶硬蛋白 就会大量的 这个自己的这个繁殖 然后弹性的这个纤维呢 就是你之前凹凸不平的 皱纹啊 然后你的毛孔粗大的问题 皮肤的松弛 发塞 红血丝 痘痘 都可以逮得到 比较好的一个改善 好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原理说完了 我现在再说一下 它一个两版本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呢 就是一个普通版 就是一个美容版 那么MAD版呢 是16个程序 普通版是6个程序 外形 没有任何的区别 就这边写个MAD 就是MAD了 那这里面有6个程序 那么6个程序 分别是什么 第一个是anti-aging anti-aging呢 主要就是一个 它有一个 比如说你烫伤 其实也可以用anti-aging啊 但它anti-aging 最主要的效果呢 就是提拉紧致 你皮肤发塞 收回去 那么就是anti-aging 还有一个就是 它可以超声促肾 也是可以用anti-aging 这个功能来做代替的 它所有的这个program 都有一个 能够导致你这个精华 更好的 直接打到这个皮肤 真层那个 真皮层那个效果 但是所有的超声促肾的 效果里面 anti-aging是最好的 所以呢 这是anti-aging 然后第二个 第二个是红血丝 红血丝我是用不太到 那如果你脸上有泛红啊 好多老外 就红血丝的问题 可以用第二个程序 然后第三第四呢 是皮肤再生一跟再生二 第五第六呢 是痘痘一和痘痘二 那么再生一跟再生二 就是去皱 如果你这边有这么 微小的皱纹啊 法令纹啊 都是用再生一跟再生二去做 那么什么时候决定 用再生一再生二 那么再生一跟再生二的区别 就是再生二比再生一大 所以如果你再生一觉得效果 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你就用再生二 痘痘是同理 那么它跟美容版 美容版六个程序啊 那个MAD版多了十六个程序 多了十个程序 一共十六个程序 多得出来的十个程序呢 都是医疗类的程序 我会放一个对比图 我放到这边 那么大家第一次买的时候 你肯定会觉得 这十个程序好像我用不着 什么口舟皮炎啊 湿疹啊 但实际上真正买MAD的人 通常都是普通版的一个回头客 就是它普通版 它已经很满意了 后来它买了之后 它会发现 买的时候它觉得 用不着那十个程序 在买过买了之后的 后面的生活当中 你会发现 你真的会用到后面的程序 所以这一边呢 我也会给大家做一个 小伙伴的真实的反馈 那么这一次的反馈呢 跟以往不一样的 就是这次的反馈 是你们之前没有看过的 即便是没有看过的 也是我所有反馈里面的 冰山衣药 还有一堆呢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 把它所有东西都整理出来 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反馈啊 反馈呢 我大概呢给大家念一念 这个反馈呢 一个呢是法令纹的消失 然后呢还有一个 就是抬头纹的改善 那有的人说 抬头纹改善 法令纹没有变化 比如说这个就是 那也有人说 法令纹有改善 然后抬头纹没有改善 这也有反馈 还有一个呢 就是十天的收腮呢 效果非常明显 然后第三个呢 也是第三轮的 法令纹改善 非常好 还有那个这个巴痕 这巴痕是我的腿啊 这个是历时九个月 基本上就看不到 这个巴痕 我已经说过无数遍了 就当时我做的时候 那个医生说百分之百 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说你没有凸起来 这种很丑的那种 像一个虫子一样的巴 没有 结果实际上 我现在基本上 是看不到了这个巴痕 所以它巴痕功能 非常的好 但是巴痕功能 你没有必要因为 巴痕的功能 去买一个MED的版本 巴痕功能 在普通的美容版 跟MED版的 Skin Improvement 2 都是巴痕的功能 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鼠标手 鼠标手呢 我给大家这个呢 它还有一个 它怎么撸的 鼠标手我也有 但是我没有用这个功能 大家去试一下 还有这个瘀青的功能 也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瘀青的功能 来自于两个人 一个人他是这个脚儿 在游泳的时候 撞游泳那个墙上了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大图 还有一个瘀青的功能呢 它这个是他老公的 一个手出现问题 还是 因为我这边是小图啊 大家看一下 然后痘痘 这关于痘痘 我多说几句啊 因为我之前分享 关于痘痘的比较少 因为我自己没有用过痘痘 我自己用下来 最管用的就是 它的这个收塞的功能 还有就是去皱的功能 就比如说你的眼美 出现皱纹的时候 你就搞那个 Skin Improvement 2 搞几次就没有了 那这个痘痘 我自己没有用过 所以我之前真的没有 重点的去说过痘痘 这个问题 那关于痘痘 我今天都说几句啊 就是痘痘它分成好几种 如果你是由于 内分泌失调引起的痘痘 它不会帮你把 它只能说把你痘痘 出来的表象帮你 让它没有那么活跃 让它没有那么痒 让它迅速的 让它成熟 让它退化 但是你后面 还会不会发痘痘 它没有办法改善 因为你是内分泌的问题 所以呢痘痘说 有不管用的 我先上说 不管用的这个小伙伴 那么它是一共用了两次 它说不管用 但是痘痘真的 你要真的要坚持用 有一些痘痘 它是藏在你皮肤身下 特别是那种常年 它是那种痘痘肌 它不是所有痘痘 都呈现出来 它就是一轮一轮换 这个痘痘下去 它还有新一轮痘的 所以你当你用Skin Oil的时候 它可能会把你底下 没有出来的 让你催熟 让它赶紧出来 已经在外面 它可能让你更红 就是让你加速它的这个成熟期 让它再脱落 好那还有一个 17岁的痘痘管理 就是如果你的孩子 已经达到了青春期 它有青春痘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使用 那么痘痘呢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月的痘痘 它这个痘痘已经在里面 挺了一个月了 然后用Skin Oil一次 就把它干下去了 还有呢 就是48岁的这么一个 它这个是一个紧致 就是关于这个提拉紧致 也不是每个人 它的同样 比如说我 我是可能7天出现效果 有的人一天就有效果了 有的人他可能要 录到第二轮才有效果 这不一样的 它是根据你的皮肤的这么一个 你的皮肤老化程度 那如果你的皮肤的老化程度 跟你年龄还不一定说 直接相关啊 因为有的人他60多岁 比那个40多岁 来劲儿来得太快 那么像这个呢 他是48岁 他是一开始一直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后来他突然间 他就感觉皮肤紧致了 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皮肤啊 它就会再刺进你刺进你刺进你 他就要不停的刺进 不停的刺进 然后你把它给老 给它盘活了以后 它就突然间就会好了 所以它这边会出现 这么一个空窗气啊 啪一下子皮肤自己就好了 包括我们做12天之后 要停 为什么要停 就是跟你 去做这个 体能训练 比如说你一周 也不要每天都7天去锻炼 你可能要锻炼5天 然后要休息哪天 休息哪天的时间呢 就是要给他肌肉 自己去做一个生成的一个效果 这是跟你的皮肤是一样的 你不能说12天完了之后 你觉得特别有效 还在玩命的路 那你这个皮肤呢 你要给他一个时间 你虽然表面后面没有在录 但是他皮肤自己还是在再生 他的那个弹性纤维 还是自己在修复 所以呢 大家一定到12天之后 停 让他自己继续去 把他相信你的皮肤 是可以啊 另外呢 就是你一个疗程 真的一定要认认真正的录纹 比如我接下来分享这个 他就是 他其实买了有一段时间 他之前都没有认真的录纹 所以他的效果都没有这么好 他终于有一次 他录完了之后 他发现 哇 效果原来是这么这么好 所以大家一次 就至少前12天吧 第一轮 你给我认真的录好不好 而且你录的时候 不要叠加 就是他没有图现过的精华 至少第一轮不要搞 因为之前有出现一个 他买了一个5000人民币买了这个安瓶 然后这个安瓶对于我们欧洲的人来讲 就是一个no name 但是可能是比较猛的那个成分 然后他叠加这个用了 因为这个可以把你这个精华呀之类的东西 可以推到你平时手涂打不到的深处 所以你手涂你的皮肤没有什么反应 也能受 也能换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你如果拿它打到你皮肤深处 可能跟你手涂的效果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小伙伴他弄完之后 整个脸都是红的 后来他就跟我说他用的这个安瓶 然后我就说 那你把你的安瓶的成分告诉我 我给厂商反馈一下 让他给你看看 这个安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结果因为他这个安瓶是个no name 所以厂商也不知道他这个安瓶是什么东西 结果他停了之后 整个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大家至少在第一轮的时候 你不要乱用你自己手上的东西 哪怕这个东西真的很高级 很高端 你也不要用 好吧 要么就什么都不用 直接用他给你这个B超零胶 要不然的话 你叠加他给你突现的这个情况 好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毛孔 毛孔这个是分别来自于不同的人 他有的人说两天就零毛孔 有的人说他用了五天毛孔变小 但是大家不要相信这个 这么快的每个人不一样 比如说我就不是说两天之后 我觉得毛孔就直接变小了 我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才感觉毛孔变小了 所以这个反应不一样 大家不要说 我买了这个两天 我这毛孔怎么没有出现零毛孔 然后跟我来掌握 这个不行 这个本人反应是不一样的 我反应出来是效果比较好的 大家一定要认认真真地 做完12天每天两次的一个疗程 然后比如说这个同学呢 他做了一次 他的前后对比你就觉得很惊人 但是这个证明他 其实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小伙伴 我跟他聊的比较多 他年纪不轻了 他年纪不轻 但是他的皮肤反应的就是比别的 有的30多岁40多岁 还要更快一点 就他皮肤底子证明还是不错的 反应的汤 给点力 啪就起来了 但有的人给力 他反应会稍微迟钝一点 那这个就弄完了之后呢 我现在跟你们说 这个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前后对比的照片反馈 我之前的这个视频 还说过其他的人 如果大家你就是想说 我就是针对于红血丝 我特别想知道 现在大家都反馈了什么 你就微信私信加一下 我的私信的这个ID呢 微信的ID呢 是乐子团 比如说你就说 你给我发一下红血丝 其他人的反馈 我就会把大家反馈的红血丝 所有的啪啪啪啪 发给你 因为真的好多 那如果你想 我就想知道豆豆到底有没有用 那我就给你发豆豆的这个反馈 因为我这边好多好多反馈 我都放到这边的话 今天就说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德国版本跟国内版本的 区别到底在哪里 好那么现在国内的 本身的一个 最早他们只是 他们是有一个 11个程序的版本 那现在呢 他后来有一个更加便宜的 11个程序 他们价格是3.8万 那么国内的代理呢 隶属于韩国代理 就是我们是德国的代理 所以是这么一个关系 我们是跟韩国代理评级 那么国内的代理 它是隶属于韩国的代理底下的 这种亚太区的 那么现在国内 一共两个版本 一个是7个程序 一个是11个程序 再早他们只有11个程序 是3.8万 7个程序 现在是国内卖的是 2.78万 那么7个程序的话 跟我们这个普通的 就是我手上拿的 这个美容版本 6个版本 完全的程序 是完全是一样的 然后多了一个超声促肾 那么这个超声促肾 就我刚刚说啊 我们这边确实是没有 是国内多数的一个程序 但是这个呢 就是大家可以用 第一个程序 antiaging 完全作为一个代替 这个是厂商跟我 我问过 因为我说你把这个超声促肾 给我加上来 然后他说你完全没必要 因为就是antiaging 完全可以代替超声促肾 所以呢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那毕竟人家是7个程序 我们是6个程序 所以他确实多了一下 然后我们的价格 欧盟境内是2499 欧盟境外是 自动退税 NATO价格的19% 说人话 就是你看到的价格 价格是2100欧元 换成人币是1.5万 那么就相当于 国内2.98万的 一半的一个价格 那么怎么样才能退税 这是很多人问的问题 不需要你做任何的事情 当你去购物的时候 当你选择递送国家 注意不是账单 它有一个账单 还有一个递送啊 你要把这两个 有个钩把它勾掉 它就变成账单地址 等于递送地址 你看到就不是2499了 就没有一个什么减号退税 没有这么一个highlight 没有这么一个注释 它就是2100 好 那么如果是卖的版本呢 16个程序 那么16个程序 你就可以理解为 国内的那个pro那个程序 它是skinnova pro pro是11个程序 那么卖的是16个程序 它是在pro的基础上 又给你多了5个程序 那么这个价格呢 是3499 相当于退税以后 你看到的是2940欧 那相当于2.1万 国内是3.8万 那这个相当于 多了5个程序的基础上 价格还更加便宜了一点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 使用的方法 首先呢 它是一个 这是一个机座 然后这是一个程序台 输入你想要的程序 和同时这个 是有一个充电的功能 使用的时候 把它拔下来就可以了 首先你要输入一个程序 我这边好像没有输入程序 输入完程序之后呢 它也可以换成 你想要的这个 你想要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来着 语言 比如说法语啊 英文啊 或者是德语 都是可以 还有西班牙语 那你用完了之后 你把它拔下来 我这边好像没有 我这边有程序 就是输入 这个是开关 一定要按啊 亮了 蓝色亮了 这边就开始导出了 我要把它关了 因为它这样 不涂凝胶的话 它这个出不来 它会影响它这个头 所以我把它关了 你一定要在这个亮的情况下 用这一端 平滑这一端 因为它是平滑的 所以它真的好容易清洗 有一些没容易 这边带点 带圈 它会卡一些脏东西在里面 这边是完全是平的 所以它清洗起来 非常非常方便 然后我直接 直接给你免试一下 这个 怎么使用 使用就是打圈 一定要非常慢的 这个打圈 打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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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之后 回来 打圈 打圈 过来 回来 如果是法令纹 你就沿着这法令纹 打圈 打圈 回来 然后这边 所有都是打圈 打圈 回来 非常非常简单 这么一个操作 我都不知道 有什么好展示的 然后抬头纹也是 抬头纹你是先是 横向沿着这个纹 打圈 打圈 然后再从底往上 穿字纹 沿着这个打圈 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 一个使用方法 如果你是 韩国代理 给你的使用方法 它可能会叠加 一种排毒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跟德国的 这个简单粗暴的 什么方法呢 会更加细致一点 那我直接上一张图 也可以参考 韩国代理的 这种走势啊 这边 然后下来 这样 它还有这个 后面这个怎么弄 你可以按照 韩国代理的 如果你按照 德国厂商 给你的这个 指示呢 就是这种 打圈回来 打圈回来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么我们这个 使用方法 搞完了以后呢 它这也是个 无限的 所以你真的 就可以拿它 走到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的 好 那么再说一下 它一个价格 先说一下 这个东西呢 在韩国 亚洲地区 以及我们现在 德国买的 都是华人比较多 华人通常 比较倾向于 一次就买掉 如果你在德国的话 德国本土的 这个德国人 他更倾向于租 在德国租赁的价格呢 是250欧元 250欧元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它这边 一次性可以输入 10 24次 就比如说 我们推荐是一次 集中护理 是12天 每天两次 实际上它就可以 最多24次嘛 就是一次 集中护理的时间 这个价格是250 也就是说 你在德国租这个东西的话 租一次 就相当于整个 仪器价格的 十分之一就买了 你租十次 就还不如自己去买一个 所以你真的是 买一个会比租更划算 然后呢 就是在买的时候 你会看到 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有没有必要去买 这个小铝箱 这个小铝箱质量还不错啊 这个小铝箱是这样的 它包含一个铝箱 然后你把它打开之后呢 它还有包含一个 内带一个电鞋充 和这么一个充电器 那有没有必要去买它 然后它这个地方呢 就是放这个棒子的 是这么一个东西 OK 那你有没有必要去买它 就我刚刚说了 它本身这个充电的基座呢 它就是既可以输程序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充电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平时 不出去旅行 不出去出差 你就是在家里用的时候 你完全不需要买 任何的旅箱 和任何的附件 这一台就足够了 但是你说 我平时可能要 经常会出去旅行什么的 又不想带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充电台 那这个时候 你是需要买这个旅箱的 因为这样的话 我出去 走几天 你就输入24个程序 然后只带一个棒子 就可以了 然后你当 然后带棒子 带这个便携充就可以了 便携充本身 不能输入任何的程序 所以你提前一定要输 进去24个程序 同时大家要注意啊 就是你当你去租赁 以及你自己去带的时候 这24个程序呢 只能选 其中的一种 就比如说 我们这个普通版 一共有6个不同的程序 但是你当输入的时候 只能输 任选其中一种 所以这也是你租赁 别看你花了250 但实际上你还不能交叉使用 你想要的程序 那我回答一个大家问的 真的非常集中的一个问题 就是关150个小时 这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这150个小时 返场维修的 这么一个事情存在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啊 就是这个仪器 它本身的存在最开始 它并不是像我们现在说 让你去买 它实际上是一个租物的那个概念 所以它隶属于美容院的 大机器下面的一个小baby 那所有在德国的美容院的仪器 你一年之内 就像电梯围保一样 你看你的电梯 它会有说 那我今年检修过了 明年检修过了 检修的时候 是这个电梯坏了吗 它没有 电梯可能运转非常好 很正常 但是它也要电梯的 去做安全的检查 对吧 美容院的仪器是一样的 至少在德国规定 就是任何美容仪器 一年之内必须返场回修 返场去检查 150个小时 其实你如果是 我们自己家用的话 我算了一下 两三年跑下来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因为它一个程序就10分钟 你自己去算算 150个小时能跑多少 对吧 你也不可能每天都做两个小时 它是前12天 一天20分钟 然后呢 中间的这段时间 可能一个星期做一次 一个星期才做10分钟 然后过两三个月 你再做 我还想说这个视频 能录短一点 就又是那么长 哎呀 真的是没办法精简 真是废话太多了 OK 我们直接说一下 150个小时返场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因为它如果是美容院 有的美容院 它省钱 它不买大机器 它就买这种小机器 所以它有可能 一年之内 它那150个小时 就用差不多了 人家顾客多嘛 是不是 所以150个小时 其实是针对于美容院的 针对你个人的话 真的不需要 150个小时返场 你只需要做一个测试啊 首先150个小时 你可以用两三年 没有问题 然后即便到了两三年 或者是四年以后 你这个时间到了 那么你怎么检查 时间啊 这里面你直接有一个service 这么一个选项 然后它里面可以告诉你 还上多少个小时 好 那么即便到了150个小时 你需不需要返场 不需要 你只需要输入一个程序 上面滴两滴水 然后把底下打开 这个地方打开之后 是看上面水滴抖动的情况 如果水滴正常抖动 你即便到了150个小时 你也不需要做返场的回修 好了 那么如果你到了150个小时 你一滴上去之后 你发现水滴不动了 这个可能真的 这就是水滴动不动 是你决定 是不是要返场的 什么一个关键 而不是那150个小时 因为150个小时 它真的是给美容院设计的 跟你没多少关系 OK 那么好 有一天你水滴不动了 那么你就要来联系我们 进行一个返场 你可以联系厂商 OK 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你也可以联系我 都可以 那么返场怎么返 那么返场 我们就直接 如果是你从我们这边买的 如果你从韩国代理 中国代理买 我们就不管了 包括你从我们这边买 人家韩国代理 中国代理也不会管你的 如果你是从我们这边买的 那么我们会安排一个 DCL Express上门取货 那么取货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会让 当地的快递员 不管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当地的快递员 到你们家敲门 把这个东西拿走 送回来 然后再给你送回去 你连门都不用出 就可以完成 这么一个维修 这么一个服务 所以非常的简单方便 大家不要把它想到 就是过于的复杂 那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维保的这个时间啊 就是这台机器的 这个维保的时间是 两年 就质保是两年 然后这个里面的电池 是一年 那么这个段时间 如果出现了机器的问题 全部都是免费的 如果超过这段时间的话 比如说你在 你买其他的美容仪 超过这段时间 你觉得你在去找他 人家理你吗 比如超过这段时间 坏了就坏了 他也不会再给你搞新的 对不对 因为维保的时间到了嘛 但是他不一样啊 所以这150个小时 有的人会把它觉得 这个是一个它的弱点 我反而觉得 它是一个它的优点 为什么呢 就是它这个仪器 它是可以永远给你维保的 即便是超过了两年 这个保存器已经过了 你只需要再买一个维保 它就可以再次给你返修 首先150个小时到了 你也不需要返修 直到这个水滴不动的时候 你过来返修的时候 你只需要买一个维保 你还是可以把它送回这个厂商 厂商帮你换电池 同时帮你检测这个功率 然后帮你做一个 就相当于把你看成美容院了 你这仪器这么一套待遇 弄好了之后再给你递回去 那么这个时间到底是几年 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和十年 这个是不 就可以一直搞 一直搞到你这个东西 进来厂商一看 真的是不行了 可能十年以后觉得 真的是不行了 这个人家就不管你了 好吧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而且真的说实话 真正到这个机器不行的时候 我觉得你已经再去买新的机器 或者是新 我觉得这个应该没有人 打算把它用到五十年六十年 用到陪着你 陪这么多年了 我觉得应该可能性不大 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非常优势 而且是厂商对于它产品 非常自信的一个表现 对吧 因为别的人 你两年之后 你坏了 你就只能买新的了 你谁管你啊 是不是 好 我们再说一下 这个完了之后呢 就是你的这个精华要不要买 精华呢 就是首先我觉得你可以不买 可以不买 这是 因为那个精华不是这个厂子出的 它也是推荐的 他们认识的一个精华厂商 他们觉得非常的好 非常成分非常靠谱 他们推荐了它 而且还是在我反复要求的情况下 所以精华你真的可以不买 但是我建议你买 因为你在用这个机器的前几天之内呢 你就会发现它非常的脸会非常的干 这是也很正常的 你不用管它 你也不需要涂精华 你接着用它后边就不干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说干了 我已经不行了 那你其实第一次呢 你是需要用点精华 会有很大的缓解啊 但是我还是刚才那句话 第一次用 千万不要用你手头上什么 雅石蓝蛋呀蓝扣 千万不要用这些精华 你就用老老实实用它的 给你推荐的精华 因为我们618会搞一个活动啊 所以我会给大家一个扣子 所以这一次呢 跟以往每次的 比以往任何一次团购都给力 就是你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精华 所以大家可以等618的时候下单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叠加这个精华 一起使用 然后这个code呢 我直接跟你说满2000 你买这个机器就满2000了 如果说我就想用精华 不买机器 那你就买别的凑2000也行 叫OMG618 就送你一个美白的精华 那美白的精华真的很好用啊 但是你如果 你没买过机器 你只买那个精华 它用的时候会有点搓泥 所以那个精华就真的是 是跟这个机器的绝配 那如果你买到3000欧的话 再叠加另外一个 网站的名字 妈妈拉的没有吧 你还可以再叠加一盘 一个免费的139欧的 生物胎酸素的一个精华 所有的code都可以叠加 就比如说我买到300了 实际上你是可以到 买到3000可以得到2瓶精华 买到2000可以得到1瓶精华 然后那么我推荐你们同时啊 如果你们要买的话 我建议你们同时买一个 焦温蛋白 就是你在你做第一个疗传的时候 内服加这个胶原蛋白 或者是这个瑞士的Visa 这两个都很好 这个还可以蹭蹭蹭的补 补尿酸也可以长头发长睫毛 那这个呢就是你喝几天就见笑 非常非常好 那内服再加上外面涂一个精华 然后再加上这个仪器 就是真的是就屌爆了我跟你说 所以呢这个code呢我都放到下面 所有的都有code BWG它没有code它不让给 所以呢只能给你们一个那个瑞士Visa的 胶原蛋白的一个精华 其他的呢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啊 最后一个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时间 团个的时间呢是德国的时间 6月18号的22点 北京的时间呢是6月19号的凌晨4点 给北京的时间就是因为 大家都是中国人对吧 我给你北京的时间你能换算出来 你是在非洲你是在美洲 你还是在哪哪哪 你都能换算出你当地的时间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 另外一个再重新说一遍 我们的Skinnova是不能邮寄 国内中国大陆是不可以的 所以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依然是达到了30分钟 但是我觉得我关键的那部分都在前面了 然后我今天下面会加一个时间戳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方便大家就 现在再回看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那希望今天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那么618我不在德国 我就不管了 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自己解决 你可以提前加我微信 就是乐子团 这样的话你提前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微信上给我提问 618当天我不知道在哪 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 实时的回放 如果大家觉得有必要让我直播 OK 我们也可以安排一下这个Skinnova的 Q&A 就是你的问题的解答和直播 以及使用的手法 还有你们的常见问题 都可以 有这个需求的话 在下面留言 我也可以在小红书上安排一次直播 好不好 那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大家喜欢的话记得给我点赞